专载自百家号作者,据说是雅加达,未免冠军韩国队在周一8月27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一场激烈的亚运会篮球比赛中击,败了NBA球星乔丹克拉克森的菲律宾队,美国出生的里卡多普雷斯顿,拉克利,附为韩国拿下30分。 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中1911比82获胜,以保证至少在5×15篮球比赛中获得铜牌,胜利意味着韩国篮球队在地区奥运会上,保持了对菲律宾的霸主地位。 菲律宾上一次战胜亚洲巨人是在1962年的奥运会上,克里夫蓝骑士后卫克拉克森,他在白后恒乱才加入国家队,NBA在最后一刻释放了他取得25分,以保持菲律宾的战斗。 但韩国队在最后一节带走了比赛,拉特利夫告诉记者,尽管克拉克森结了最大的努力,韩国还是很好地执行了他们的比赛计划。 我认为拉克拉克森做得很好,特别是在上半场,他做了他最擅长的事,拉特利夫在谈到他在密苏里州大学时的前队友时说,他在下半场也表现得很好。 然而,拉特利夫同情菲律宾,他们在最后一刻,为亚运会组建了一支队伍,他们的10名球员,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被停散。 我认为这在化学反应上起了很大作用,他们是一支新的球队,他们只是在比赛前一周聚在一起,所以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好。 拉特利夫说,如果他们有化学反应,留在球队里,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的。 韩国家在周四与伊朗进行办决赛,后周以93比67击败了日本队。 菲律宾主帅温贵奥说,他不可能再向他的球队提出更多的要求,他还特别向克拉克森所要表扬,他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球队。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环境,今天韩国打得更好了,他们在最后一节取得了他们的节奏。 在此之前,我们对他们踢得不错,他补充道,韩国率先领先,在菲律宾在第二节开始时迎头赶上,菲律宾在第三节以65比64领先,而韩国在最后几分钟的表现,完全超过了菲律宾。 然后后来坐吧,陲了在第一节关更加的什么的了长官。 好